3 2 1 2023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展4月15日正式開幕 本次展覽共分為最章和5個專題部分 展示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科學指導下 堅持統潮發展和安全 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應代化水平顯著提升 各領位安全和發展取得的一系列新的成就 安全教育展在這個成前期以後 別具意義的歷史節點舉行 正好讓廣大澳門居民及時重溫和領悟 總體國家安全觀對國家對澳門特區的安全 發展的重要啟示和指導意義 更好的統籌澳門特區長期的安全與發展 更好的促進強國建設 民主復興和澳門長期的繁榮穩定 活動同期也舉辦 我心中的文化安全精文比賽頒獎儀式 獲得一頓獎的作品 和全部獲獎者名單也將於展覽中展出 展場內還設有有獎問答及活動遊戲 希望借此加強本澳青少年 對總體國家安全觀和展覽內容的認識 因為我覺得澳門它的國家安全教育也是做得很好的 像每年舉辦全民國家安全教育轉 包括它中小學 它很注重構建文化認同 國家認同 對國家安全的教育 帶出我們的中心住址不會有責 每個人都需要保持著自己的文化 然後讓很多人去認識和傳承它 其實我覺得親身體驗是比 只是在課堂上聽老師說 更加可以令同學認識到國家安全 除了長次道上講解外 本屆展覽也為學校和青年團體提供道上講解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展專題網站 也將同步展示展覽內容 內容 內容 進入